修行学佛其实就是学习如来清净的深厚一三页 透过禅修让我们在正念心上用功 让自己的行住坐卧 依时住行有一个准则 离开禅堂后 也能成为日常生活中为人处事 追求圆满如意的清净智慧 逆禅相里面就是观我们的这个四大 地水火红内在的四大 这个是修行的一个处地进来 那我们今天就只要来谈谈这个 整个的深口意 那深口意你在日常生活之中就鞭策自己 那怎么鞭策 早上起来先静心一下 静我们的心 我今天我绝对不乱讲话 也绝对不膨胀 我今天也不做什么坏事情 我今天好好打坐好好修行 好好看经典 好好了解忆理 我的忆恋也带入在这里面 一点点瑕疵 一点点感觉自己 我怎么起这个贪恋 这个大卫老师不晓得 有没有带上一顿那么好吃的 那么好喝的茶 那么好吃的东西 这一次有没有带来 糟糕了 我怎么起这个恋 但这个恋 你就不能让他去 哎呀 不只是妄想 还得要拖着我去 这个没有缘练 还要跟人家讨东西 甚至于没带来还不高兴 很多都这样 所以这个你看这个恋 是小小一个恋 但是很可怕的 它可以让你的 这个百万的功德 一下子就烧掉 所以掌握这个恋 只有专制在呼吸 专制在呼吸 它是一个步骤 一个前行的步骤 它前行的步骤 但是它可以应用到 控制我们的意恋 修行学佛 也就是学习如来 清静的身口第三夜 在生活中 落实伟密关照 漂浮自己的起心动念 言行举止 趋于良善 借此增长定会 改变人生 十方新闻记者 蓝依荣台北采访报导